民进党立委钟嘉宾提议要修改户籍法 要求所有的国民都必须要把眼睛的红魔特征建党 这样子以后警察不用再盘查身份 不过前一阵子客委会主委李永德 就是因为不想接受盘检 不惜和警方大声的争执 因此钟嘉宾的提案被认为 是不是在为李永德护航 只不过搜集国民的生物特征 不但有侵犯人权的疑虑 而且因为红魔辨识 它的精确度非常高 如果资料被人家盗用 或许资料外泄 这样的后果也会加倍严重 眼睛对准仪器辨识身份 开关立刻解除锁定 电影中高科技的红魔辨识系统 现在可能普及到每个台湾人的生活中 民进党立委提案修改户籍法 要把每位国民的红魔特征给建党 请教一下我们还有谁在随时 携带国民身份证 红魔一下子被说成是生物特征 被跟DNA指纹混为一谈 我想这是没有必要的 红魔或是指纹等等 这些东西都是所谓的 就是我们科学定义上面的 就是所谓的生物特征 那这个是属于比较敏感性的个人资料 红魔本身它光是能够重组 就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组合来讲 可是是10的78次方之一 假设你的眼睛也被压记录下来 也就是说当有人取得了你更完整的一些 生物特征的资讯的时候 那这个最后一道防线的部分来讲 可能就已经完成形成是没有防线的 绿色执政自诩进步 一样的法案如果换蓝银提出 就怕又是民主倒退 颜色对了果真什么都对 记者特别报道